大家好,我是艾迪 还记得我做的第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Luminar的人工智能替换天空教程 也正是因为这个教程 很多人关注了我 接这个机会 感谢你们从第一个视频 就支持我到现在 所以我决定花点时间 出一个Luminar后期修图的系列教程 并且以全免费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在这套系列教程当中 我会非常详细的讲解 每一个功能的操作技巧 延续我以往的分享风格 我会提前帮大家 把知识点先筛一遍 然后分门别类 把相关的技能操作整理到一起 这样大家就不会有一种 读说明书的感觉了 可以说是手把手 保姆级的视频教程 全套教程会采用 短视频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是为了直接抛干货 没有一丁点的废话 搭配时间轴目录的形式 分享出来 方便大家在看完了之后 再回头去查找相关的功能操作 我会将这一系列的教程 分享在我的频道里 所以欢迎订阅和关注我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 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博客 还会同时推出一个图文的版本 欢迎喜欢用微信和网页观看的朋友们 关注收藏 Luminar这个软件对于很多人来讲 还非常的陌生 因为它2016年才出生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Luminar的第四代了 它的创作者是西雅图的一家 叫做Skylum的公司 创始人是一个游戏编程员和业余摄影师 他们最早是做手机APP出身的 还夺得过年度最佳iPhoneAPP的称号 所以当时他们做这个软件的理念 就是想要让各种后期修图软件的功能 都集中在一个软件上面 不需要再安装插件 能够瘦脸磨皮 又能够套用颜色预设等等 到今天Luminar已经发展到了4.2版本 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自动判断照片当中的缺陷 进行自动修补 例如曝光对比度增加质感 在后期人像照片的时候 强大的人脸识别功能 还可以自动为面部补光磨皮 可以说操作起来非常的容易上手和方便 Luminar 4.0之后就已经有了人工智能 一键换天空功能 可以说为旅行照片弥补了遗憾 补救那些因为旅行时天气不好 拍出来的丑照片 这也是图库摄影师非常喜欢的功能之一 在4.2版本发布之后 Luminar还增加了一个叫做AI增强天空的功能 可以随意的在天空当中增加月亮彩虹等等素材 并且支持加载自定义的图像 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可以通过这个功能实现了 说了这么半天 Luminar到底适合谁用呢 从我的使用经验来讲 Luminar非常适合摄影新手和喜欢旅行的人 它的操作相对其他后期软件来讲比较的简单 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忙呢 就相当于有了贴身小秘书 想修哪里点哪里 它呢也非常适合人像或者是活动摄影师 人工智能自动磨皮和柔胶处理的效果呀 可以加快你的工作效率 总之呢Luminar是一款非常强大 却非常容易上手的后期修软件 无论是新手还是职业摄影师呢 我都会推荐你去试一试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